哈囉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現在在梨山 之前其實一直很想要來梨山這邊看看 已經等很久了 因為山上的天氣其實都很不穩定 然後剛好看到這幾天天氣都滿好的 所以就趕緊上來 對啊 然後我們其實是昨天就是靠近傍晚 天都已經黑的時候到了這間民宿 然後其實可以看一下整個外觀啊 就是像一個小木屋 然後裡面也是非常溫馨 我們晚一點要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畫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去山上 因為天氣滿好的 趕快看能不能拍一點東西 我們現在在福壽山旅客中心旁邊 我們發現這邊可以看到楓葉 對啊 這邊就是旁邊有幾棵楓樹 然後它葉子都已經變得滿紅的 雖然沒有到很大一片啊 可是就感覺如果再過一兩週 或者說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應該它會變紅的面積是滿大的 很多人可能不見得有來過梨山 可是你一定吃過梨山的水果 像這邊就有非常有名的梨子啊 蘋果啊 蘋果啊 或者是水蜜桃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跟著農夫啊 然後就是去體驗一下採水果 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採水果 現在這個季節是酸青蘋果對不對 對 青蘋果的季節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黃色跟白色的袋子 它是不一樣的水果 它是同一棵樹 然後假階層不一樣的 所以這白色其實是蜜蘋果 要兩週之後才會可以採收 它就是1月20號到25號 就其實也還滿短的 對 然後這個就是青蘋果 對 那個是青蘋果 那個它就採收就是10月初 10月初 大概10月秋 就大概兩個禮 也是差不多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對 它採收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如果你們要來的時候 就可以 就是可以先打聽一下 就是這個季節是什麼水果 因為它很快就又不一樣 對 直接採就可以 可以 直接這樣上去 要這樣 對 好 都採到梨子了 超級大顆的 感覺很好吃耶 太大顆了 直接掉下去 不好意思 它這樣應該不會切胸吧 我們現在來吃晚餐 然後這次同行的有我們的佑璇 他算是半個立山人 然後是他邀請我們來這邊玩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可以體驗到 比較有特色的就是東西 像是這個晚餐 你看全國都有西蝦 只有德基水庫這種是高山森林的那個 西水出來的蝦子 才有這麼紅 紅到像染色一樣 這個甲殼素非常的多 這個就很營養素很高 對 就你去看的話 他跟平滴的雞比起來皮比較厚 然後他的皮是 就雖然很厚 可是是Q的 然後他的肉也是 如果是牙口不好 可能會覺得比較硬 可是他是有彈性的那種肉 對 所以這是山上的雞 因為他每天跑跑秋秋的 所以 就比較有彈性 對 所以這些東西呢 只有在梨山才吃得到 好 這地方叫做假地農莊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這樣的晚餐 你可以 詢問於右軒好了 好 我們剛剛已經回到我們住宿的這個民宿的空間 那早上有說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溫馨的一個住宿的空間 這個地方叫做空野園 然後這裡的老闆就是 他用很多木造的家具啊 或是一些牆壁也都是木造 房間也都是木頭的材質 然後所以你就會感覺到睡起來 就會特別的溫暖舒服 這裡的老闆他是泰雅族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房子 房子裡面其實還是有一些原住民的原宿在 最一開始是因為他太常住在日本了 就可能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會待在裡面 所以他才把這邊就變成民宿 那這樣子 房子控制的時候 也是可以早在就是 來梨山或是來環川鋪 或這邊玩的人 就是可以休息這樣子 然後明年很早有一個行程 對 所以今天大概就到這邊 然後明天就是 再看看是要去什麼樣的活動 好明天見囉 現在早上大概7點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邊的一個茶園 然後等一下要看一下一些茶農在採茶吧 又騎得很早嗎 6點 很早 6點就起來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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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剛剛走到一半實在太累了 我們就坐這個單軌車 那平常人也會坐然後座物 就是如果摘完座物他們也會坐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要去看 旅山茶 是屬於烏龍茶 所以它是氫發酵的茶 就是它的差別在於 從不發酵到純發酵就是綠茶 然後烏龍茶然後紅茶 那現在我們在採的是10月份 所以這是冬茶 大概它這邊採完之後到 再來的11月12月 因為天氣比較冷 所以這邊的茶就不會再長 然後這是今年的最後一個產期 這樣 像這樣 還有一個排放廣告 就好像說 回桿就像線泡 現在呢 我們在一個地方叫做包裝了 就是論在菜市場買到水果 像雞我們還有嗎 最一開始會在這邊打包的地方 就是他們 也進行一些等級的分類 因為我們昨天採完水果 那採完水果他們就要開始分類這樣子 然後分類完就 開始包裝啊 然後打包 然後運送到每個就是目的地這樣子 拿起來了可以 好吃嗎 比一般的菜市場買的好吃很多 有辦法直接訂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叔叔有名片 可以跟叔叔訂 好 剛剛天氣突然就變差了 就是上一邊起霧啊 然後也開始飄小雨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次離山的行程 應該到這邊就告一段落 那非常感謝本次旅行這次的邀請 我們才有機會去體驗到很多非常在地 才會有的活動 那如果你對這次的行程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把他們的官方網站的訂購連結 就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如果你們有推薦什麼台灣的景點 希望我們可以去玩的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對啊 就是我們也需要一些私房的這種秘境的行程 我們的idea這樣子 那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讚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